律宗十一代祖红衣法师去浙江普陀山 拜会了应光法师后 为何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和应光法师一起的红衣法师究竟参悟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李满 今天我们聊一聊应光法师和红衣法师的七日元 应光法师比红衣法师大了二十岁 他一生弃绝名利,以身作则 被称为联宗十三代祖 红衣法师在动身前往普陀山拜会应光法师前 已经和他通信晚来很久 只是他们的通信内容都是围绕修行而来 红衣每次有修行方面的困惑 都会写信请教应光法师 所以在前往普陀山以前 红衣就已经把应光诞成了自己的师父 红衣法师甚至曾在一封信里 向应光法师求证如何似学写经 应光法师每次受到红衣的求教信 都会耐心地进行解答 慢慢地,红衣对应光法师越来越幸福了 他认定,应光法师是能够真正让他开悟的人 在1925年给好友王兴障的一封信里 他写道 朽人于当代善知识者中最福音者为应光法师 然而,让红衣沮丧的是 当他在信中向应光法师提出怨策弟子之劣势 却未得应光法师的首肯 被应光法师拒绝以后 红衣以为视自己诚心不够 他于是便在阿弥陀佛佛诞日 于佛前燃碧香起三宝此礼加疲 之后,他再次写信 请求他收自己为徒 可是依旧未得到准许 红衣并未气累 他只是再度地结成埃肯 希望能够得到准许 然而,最终也未果 于是,他决定亲自签完 红衣在1925年即出家七年之际 突然放下修行 前往普陀山找应光法师 是带着拜师的决心而来 也是为了寻求开悟而来 红衣法师带着拜师学艺的心 来到了普陀山 找到应光法师的住所 法云寺以后 却被告知 应光法师盖不见客 很明显 一心想拜应光法师为师的红衣 再次遭到了拒绝 被拒绝之后的红衣并没有离开 他却虔诚地站在了应光法师 住所外的一棵大树下等着 烈日考着红衣 可红衣却根本不管 他认为 应光法师看到他的诚心 一定会被他打动 并收他为徒 果然 应光法师出来以后 看到大树像因为等他 而被晒得双脚通红的红衣 与他对视两久之后 终于微微向他点头 表示愿意收他为徒 然而 在接下来的整整七天里 不论红衣法师如何表达殷勤 如何寸步不离地跟着应光 应光也从不开口教他任何 应光法师指每天该干嘛干嘛 似乎身边根本就没有这第二个人 红衣法师是个沉得住气的人 他见应光法师如此 也并未觉得不妥 而只是每天尽可能地 模仿着应光法师的言行 红衣法师发现 应光每天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的粗劣 每天早晨 他仅时白粥一大碗 连咸菜也没有 红衣还有疑惑的是 应光为何每次吃完饭 都用舌尖舔碗 直到舔到干干净净为止 而如果是略微丰盛的一顿饭后 应光法师还会在用完餐以后 将水倒进碗里 抵一袋其余滋 然后一束口并轻轻地咽下 他每次这样做的时候 都像是在举行一个重要的仪式 似乎唯恐有一点点残余的饭力和菜汤 红衣法师虽然不了解 应光法师这些举动的真实用意 但是也每天坚持照做 红衣法师不敢有太多的发问 但是跟着应光法师六天以后 他终于在应光法师训斥弟子的时候 明白了这些奇怪举动的背后的生意了 第六日的那天 平日和尚的应光 因为看到有人在寺里用餐 剩下饭力的时候怒指他们 你好大的福气啊 竟然如此糟蹋粮食 之后呢 应光见有客人把冷茶倒进了谈鱼里 再次大声斥责了客人 这一次 红衣终于明白了 无论是放后用水抵挡鱼汤 还是放后填碗 还是斥责糟蹋粮食 都是应光在权势世人人要惜福的道理 红衣顿悟了 珍惜吃食是惜福 只有惜福才能留住福分 红衣在心里默默地感叹 也是到此时 他才终于明白 为何应光法师坚持一人独居 且事实势必功勤 从不让任何人帮忙 到了第七天 红衣对着应光法师做医说 福是不能想的 一旦想福 福分就没了 也从误明白这一层开始 红衣法师在看应光法师 每天自己扫地 自己擦拭油灯 自己洗衣服等等 就再也不奇怪了 他知道 这探普陀山之行 他的整个修行都会发生变化 红衣为何能在短短七天之内 就通过应光法师 悟透人要惜福的道理呢 惜福对修行究竟有何益处呢 原来啊 应光法师在俗的时候 曾多病残身 有一次他甚至觉得 自己就要抱病而亡呢 可自打出了家 开始过午不时 开始不时昏心 而只吃素食以后 他的身体竟奇迹般的好转呢 应光法师通过身体的 这一变化动物了 他之前之所以百病残身 就是因为挥霍浪费 出家以后 开始珍惜吃食以后 百病才自然地消除了 信奉因果报应的 应光法师认定 挥霍会得恶果 而西服会得善报 和应光法师在一起的七天里 应光没有教红衣任何道理 但他用身教的方式 让他懂得了西服的道理 拜别应光法师的那天 红衣已经决定 此生既已出家 就从今日起 日日过苦行僧的生活 以真正做到西服 离开普陀山时 红衣法师突然在和应光法师 道别时向他求教 佛法如何救国救民 应光法师听完他的这一问话后 沉吟那片刻以后 说出了四个字 因果之法 见红衣似乎没有听明白 他接着补充说 因果之法 为救国救民之极物 必令人人皆知 我有如此因 将来既有如此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相万就适到人心 必须从此入手 红衣听完以后 立马作依答谢 与应光在一起七天以后 红衣法师离开普陀山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巨变 这自然是因为 他已通过应光法师 参透了西服二字 并确定了苦行的计划 也因此 红衣法师的好友 夏敏尊 再见到他的时候 竟发现 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呢 和他相处以后 夏敏尊被深深地触动呢 夏敏尊映像里的红衣 是那个极其讲究 吃穿住用的公子哥 可这次 他见到的昔日的公子哥 竟和四五十个游方僧 同住脏兮兮的桶子楼 见到夏敏尊后 见他一脸的不解 红衣笑容可居地打招呼 并且主动说 捅仓里 茶房带我很和尚 这里睡得也很舒服 夏敏尊听了 有些枉然 他先道 过去锦衣玉食的他 如今怎么甘心 过这种简陋朴素的生活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夏敏尊心里发酸 央求他说 你就跟我去同住几天吧 见夏敏尊一再的央求 红衣只好同意 到了住所以后 夏敏尊发现 红衣居然用一条破旧不堪的毛巾洗脸 还用柳条去刷牙 夏敏尊拿出新的洗漱用品 红衣却婉言谢绝了 他说 我自己的就挺好 当明白红衣法师的变化 与和印光法师待了七天有关以后 夏敏尊感慨万千 但此时的夏敏尊并不明白 红衣和印光在一起的七天 究竟参悟了什么 与印光分别二十年后 红衣法师并重视 仍一心惦记着战争中的难民 为了安置更多的难民 他把夏敏尊送给自己的 白金水晶眼镜给淡掉了 舍物用于福德之事 是最大的福德 这一点红衣早已参透了 红衣缘济前七天 居士罗元庆送来了专制瘧疾的奎宁 红衣却坚持不肯受 理由是自己的福德不够 经再三的劝说以后 他才接受了其中的六万 可是至此他也未福一万 红衣法师至此都在启发世人 西一西食非为西财而源西福 而西福正是累积自己的福报 某种程度上西福就是有德 红衣也经由有德西福 让世人看到了他的大德 后世常将红衣与虚云太虚 应光并称为近代四大高僧 他们四人出身阅历各不相同 唯一相同的是 他们都是极度西福之人 老人常说西福者受福 不西福者受祸 这话用到红衣的身上最为恰当 若非西福 世间安有名扬天下的 律宗十一代祖红衣呢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 喜欢记得点赞 我是李满 我们下期再会